《獨立》 作者林康正 《四筆像》出版 《加拿大篇》 十六世紀後期,歐洲列強逐漸在美洲發現新大陸 北美洲土地成為英國、法國、西班牙三個國家的殖民區 荷蘭、瑞典、俄國也曾經在美洲佔有少量殖民地 英國人首先在紐芬蘭登陸 意思是該地乃英國在北美洲第一個殖民地 紐芬蘭在二線大戰後,經過全民公投 自願成為加拿大聯邦的一份子 十五世紀末期,法國到北美洲暴殺海豹 並且剝奪外皮在歐洲售賣,賺取巨大利益 1608年,法國建立灰北黑城 是法國在北美洲省,在北美洲首過永久據點 天主教正式入侵北美洲 中美洲佛羅里達、拉丁美洲、科羅拉多、德州 則是西班牙靜民地區 加拿大與美國的差別 1756到1763年,英國與法國爆發七年戰爭 戰敗法國其北美洲殖民地 即是新法蘭西,即加拿大,大部分轉移為英國殖民地 1783年,英國的北美十三殖民地獨立 由於美國與加拿大地區乃兩個文化 一個說英語為主,另一個說法語為主 一個以基督教為主,另一個以天主教為主 所以加拿大地區沒有參與美國的獨立戰爭 其後更成為那些中於英國皇室的美國土生白人 在美國獨立後的避難所 美國獨立之後,加拿大與美國之間 曾經發生針對土地的戰爭 兩地是獨是敵對關係 1812年,美國向英國宣戰 美英戰爭爆發 這個是美國獨立後第一場對外戰爭 由於英國的兵力有一半位於加拿大 所以美國兵分三奴,入侵加拿大 美國軍隊火燒若克,即現在的多倫多 之後向英國殖民地紐芬蘭 灰不克,身不倫,誰說黑 諾華斯高法地區,進法 這些不滿美國獨立的英國保皇黨 連同抵抗基督教文化的法國天主教徒 加上一直不滿被美國人欺負的印第安人 組成盟、民軍,反抗美國軍隊 並且大舉濫下華盛頓,火燒白宮 當時美國的如意算盤是 英國忙於在歐洲配合反法聯盟大戰法國的拿破崙 只留下大約7000駐軍 於是美國乘虛而入,擴張版圖 攻擊那個敵對的鄰居 雖然在加拿大人團結反美的情況下 英軍扭轉劣勢 但由於英國在歐洲 越專心攻打拿破崙 所以在1815年與美國倚和 加拿大和美國的土地版圖沒有絲毫 改變與美英戰爭爆發前一樣 本身英國在火燒白宮之後 年勢佔優 不過在謙普蘭湖一役被美軍擊敗 英國明白長遠之下 未必能夠保留優勢 於是沒有提出任何各地賠款的要求 變和美國倚和 英美和約簽訂之後 加拿大和美國以北緯49度為界 美國承諾放棄北伐 英國和加拿大則承諾放棄南侵 隨著年月過去 和本身以法語為母語的加拿大白人 逐漸與英國保皇黨發生衝突 加拿大人對英國政府逐漸疏離 甚至出現自治心態 由自治走向獨立 1867年本身為加拿大省 以及自治免獨立的地方 一次大戰之後 英國國力難以應付過多的殖民地 於是在1926年 承認那一個基本上已經自治的加拿大享有平等地位 允許對方擁有獨立的外交權力 1931年 英國國會通過 威斯敏斯特法令 加拿大成為英聯邦成員之一 得到英國議會平等的立法權 但沒有修憲權 但國際社會 以普遍認同加拿大擁有獨立地位 1982年 英國國會通過加拿大憲法法案 賦予加拿大修憲權 4月17日 加拿大國會頒布新憲法 7月1日 加拿大自由治領 改稱為獨立國家 從英國實際上獨立 成立加拿大聯邦 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是總督 作為英國代表管治加拿大 所謂一位 香港人士有經歷 英國違法組合的 因素 今所謂的選法 選法